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潮 今天用茄子搭配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美食 这种做法,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 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盘的话 你再也不用去放店里面吃了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 也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 主要是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个新鲜的黑茄子 黑皮的茄子其实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刮皮器 把茄子的外皮给它刮干净 因为这种黑皮的茄子 它是不能吃的这个皮 如果你不给它刮干净的话 炒出来就不好吃了 而且炒出来的味道非常的冷 吃起来的口感也不好 茄子的外皮刮掉以后 把它两头两尾给它去掉一点不要 然后我们再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这里茄子的片也不需要切得太薄 大概是0.5毫米的厚片就可以了 看一下切成我们手中间的厚片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里面 接着我们倒入清水磨过茄子 我们用清水把茄子给它浸泡一下 如果不用清水浸泡一下的话 它就会氧化避黑 浸泡10分钟以后 我们再次给它清洗一下 坤水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接下来我们再倒入清水 我们再次把茄子给它清洗一下 至少要把茄子清洗个2-3遍左右 把茄子再浸泡10分钟 准备一个小碗 倒入两个正正的母鸡蛋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要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搅拌均匀一点 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些大蒜 用刀给它拍碎 拍一拍蒜香味更加的冷郁 然后直接给它剁成蒜末就可以了 蒜末切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切了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姜丝 最后我们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以后 我把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些小米姜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姜切好以后 我把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些小葱 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 我把蒜末放在一起 再来调个料汁 一小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鸡精 一勺生抽 少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白糖 一小勺玉米淀粉 倒完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 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点核料 只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这样炒菜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茄子 差不多也浸泡好了 这样茄子浸泡一下 就写白写白的 它也不会氧化避黑 然后昆水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接着把鸡蛋液倒进我们的茄子里面 用双手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裹满着薄薄的鸡蛋液 这才是炒茄子最好吃的做法 茄子像我这样搅拌均匀以后 就差不多了 给它分开一下 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边 接着往里面加入两勺的玉米淀粉 淀粉加进来以后 我们下手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让所有的淀粉和茄子 给它融合在一起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口感非常的好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先放一边 接下来锅中都倒一点菜籽油 油温升到50度的时候 我们把茄子放到油锅里面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50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热 如果太热的话容易烧焦 茄子全部一块一块的放到油锅里面开小火 开小火慢慢的把茄子给它炸一下 茄子在油锅里面大概要炸个6到7分钟左右 把茄子给它炸熟炸透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零发菜的小手 别忘了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精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茄子炸个4到5分钟之后 我们再用漏勺给它炸一下 再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把茄子砸至两片金黄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将它放到肉框里面烹一下油 接着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烟之后 把姜桑末小米辣放到锅里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出蒜纤维以后 再把茄子给它加进来 开大锅快速地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让茄子在锅里出热更加的均匀一些 大概再翻炒个一分钟左右 把茄子全部给它炒熟了 再把填好的料汁一起淋进来 继续开大锅快速地给它收一下汁 哇真的是太美味了 蒙起来都太别的香 再把葱段给它加进来 快速地给它翻炒一下就差不多了 翻炒均匀以后将它盛住来高入耳朵 差不多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嫩爽滑又好吃的茄子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不管是香酒香饭都非常的不错 绝对比饭店里面做的要好吃要香 这种做法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 如果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盘的话 你再也不用去放地里面吃了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 也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